继续我们的大师答问时间 我们是继续在科学园 其实不是继续是同一条片 我们分剧日出 这个可能不是我这样说 什么 其实你现在这个继续才是第一天的片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借转了 你现在首先我们先出这一条片 这么大事? 是 因为已经是干了糖 所以要立即出你的一条片 然后再出那条片 因为那条是课金的 我们希望在星期末出 所以 今天是星期四 明天不用理 明天要星期五就是要出现在我们这条片 这么大事? 是 所以现在我们这条片是星期五 反而这条是行私的 好的 好了 大师 想问一条问题 可不可以和Alan一起回答 这个是Johnny Um 问了很久很久 我一直约你 其实本来是为了回答这条 谁知道我约到你 就等到全部人都放假 这个人好像问很多问题 好像问Gary 是不是问女儿那些 好像是不是这个 我不知道 总之有个人常问 但问了很久 因为YALL不能进入你 所以这次就答应了 不要紧 对 但有一条问题 希望找Alan一起作答 问题是这样 关于华为产品正式宣布 踢开Google的Android系统 就全面使用这个鸿蒙系统 这个消息也正如台湾著名时事 评论员 雷线和郭静亮 现在全球互联网系统已经进入了三分天下的时代 由于华为在中共政府和中国民间大力支持之下 已经一下子成为有了九亿多用户的一个系统 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和国际全面接通 因为只要一接通的话 全世界国际就会迅速冲出一波强大的使用量 而Google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得不考虑和华为或者鸿蒙合作 例如做一个和Android和鸿蒙可以互通的一个系统 但肯定他这样做就会受到美国政府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一个政治打压 要阻止他 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华为的情况下 现在令到所谓南方联盟 例如东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的国家 可能会在可见将来使用华为这个红红系统 来与中国做贸易生意或者加强经济贸易的往来 但黄论 例如战争备受西方孤立的俄罗斯 一定会加入这个阵营 还有可能部分欧洲的国家 例如匈牙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等等 也可能因为他们比较上不是主流的欧洲 就是英国、法国、法国、国家 也可能会加入这个红梦系统的阵营 将来世界上就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互联网系统 而导致最终结果就是西方的苹果 和Google的Android 地位可能因此而急急可违 越来越缩 好了这些问题是问我的 其实先问了一半 我先回答了一件事 你回答我先回答 我回答了就是 类似郭正亮应该是亲难的 就是一些好的 郭正亮其中现在上得最快 因为我看着郭正亮 因为应该最劲的就是郭正亮 现在就完全全面亲中 他本来应该是民进党台独以缺书去写的 他是民进党的人 然后应该是在几年前选输了 输不到立位 所以唯有做KOL 谁知道因为他是耶路大学的 然后就红了 红遍了现在台湾最脚手可热的KOL 然后他的东西就很差 我看着他由A台转到B台 B台转到C台 哪有很多台 接着有些又剪掉了 因为可能他太忙了 不停叫来叫他 蛋来蛋去 现在很主要就是去大陆 在大陆做 大陆应该出了 应该都金池口币 给了很多的好处 而他说他的意思 他委拜都很好的 固然他应该是赚了很多很多很多钱 他委拜都很好的 他说我是现实的政治工作者 实际现实 现实主义者 你现实现在 你带下去这样 我不是不台独 我不是什么 现在 我必须接受现实的 OK 那他就是 然后他 现在人当时他眼中钉 雷善应该他一直都是男人的 那就是一个感情很丰富 就是他真信 他是坚信 他坚信 这样的经济的职位 虽然他很熟悉经济 但是他是坚信的 就是说到哭 或者为中国欢呼 那些东西 他人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这两个我都是觉得 虽然他有几个现在都弹起了 都觉得挺好的 但是这两个是我觉得他最出色的 OK 补充一下 好 那继续了 Alan 你对科技的行情这么熟悉 那现在鸿蒙系统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用呢 虽然大师在评论方面 不多不少大风向 唱好华为 说你 那我否认 现在苹果 Google NVIDIA 还有Tesla 等等西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 也都受到华为 比亚迪这些强大的 研发能力 或者他的实力去冲击了 而显得双形殿绝 被批评毫无新宜 那 所谓创作 枯竭 和质量不足 而导致生意压大跌 那甚至现在 连Intel都说 会被高通去收购 那就是说 是不是现在已经预示了 西方的科技 在可见的将来 将会完全失败 而被中国科技完全取代呢 那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Alan 记得你上次说过 华为太子女 曼曼洲是我心目中的Dream Girl 那当我在网上 看到她年轻的时候 那些相片 读书的时候 那些相片 虽然她不肯定是否P图 但也不得不认同 她年轻的时候 真是鬼火这么漂亮 真是名符 其实美貌与智慧并重 这个是否吸引你的原因 那她就给了一些小红书 那我就有机会放在那里 就是这样 我想你未必有机会 因为她也很赶着要 那你先回答吧 我也会有些补充 我先说容易一点 曼曼洲的 我对曼曼洲的仰慕 大家都明白了 她证实了 好像当时你和我 很久之前 刚刚开台 没多久 你和我讨论 当然是选择我二妹 我现在修正 二妹很大麦很大 很高大的 那是什么 你出来的时候 我认为小鸟医人 我后悔我说过 我收回 现在你认同我 还是怎么样 你不看过曼曼洲年轻的 J图 不是P图 我真的不喜欢这额图那么高 为什么 没问题 高人喜好 我喜欢小鸟医人 我觉得曼曼洲 我也不是说他 年轻不用说 其实现在都可以 就是所谓 Eatable 我觉得 你喜欢点 你喜欢点 有智力点 我喜欢点 好笑点 我喜欢点搞笑的 即是阿沙的 是的 没错 一说话就笑点 我喜欢点 证明他的品味 也很表面 很肤浅 要看图 要看照片 不是看照片 我要好笑 我说他的妹 他不是二妹 下一条 不是下一条 刚才问什么 红梦 红梦 这个大灾之文 不好意思 红梦我真的没有机会使用到 我没有机会用到 我没有用过 所以我就评论不到 不过 我以一个很大围的角度去看 其实你想想 刚才可能上一集 应该是明天一集 我们刚才刚刚说过大疆科技 大疆科技 是 就是我说过这个麦 以及现在拍摄这条片 其实你给中国掌握到一些方法 的话 他真的可以打到你 他也不认得 就是说电动车 其实电动车 比亚迪固然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 中国那些非比亚迪的车厂 突然间突飞晚进 那个关键在哪里 这个真的要给Elon Musk 因为其实应该是 首先Elon Musk 即是Tesla 其实他的车 就应该是没有固定的 就是他的设计 都是所谓开源的 他也不介意 他也说过他不介意 他不介意 他不介意的 那么 就算他介意也好 就是以中国 就算有没有固定也好 中国的车回来拆就当然了 而的而且Tesla的设计 是当年 不是当年 就是早几年的时候 从丰田拆出来 原来是这样做的 简单到这么厉害 因为他没有包袱 以前一间传统的车厂 如果他弄一辆车 可能这一部分 是代表拿一些员工的利益 如果我剪掉这部分 做到简化 就是会有很多 这样的官僚的问题 而Tesla没有这个包袱 而他更加重要 他证明了出来 他证明了一次 他做了一次出来 证明是work 他跟着去做 成本比你低 工程师 可能比你997 这样去做 通向前在大陆 这个是会打到你真的 真的躺在那里 还有 好像下一条片 我们应该将会播下一条片 也曾经提过 他们是连一些管理方法 不是说硬的技术 是一些甚至管理的方法 都很先进 就是我们说SOP的问题 一些管理 你看看一样东西 拼多多 是网购 他在美国是打到亚马逊 还有天狐 那些 孤密龙 他们有多少缸 有什么成分 那些东西 不管 但他真的威胁到亚马逊 甚至现在是威胁了这个 在中国是威胁了这个 应该是超越了淘导 应该是 管理方法 这个是说管理方法 营销方法 都是可以扭到尽 以前我看 Dell 那个人弄Dell电脑 是说Inventory 他不是做这一行出身 就是Michael Dell 我原来觉得他已经很厉害 原来不是 还可以扭到干 我觉得这件事 是中国发明了 很零先 很多人忽略了 就算 不要说那么圆 或者说火箭 我们这一陣子 看过筷子夹 Budaship 很厉害 经常洗版 其实应该是 我想是早 几个礼拜前 应该是 我想是 九月的时候 其实中国有 不过很少报导 射过一个上去 当然没有Starship 那么大的 规模 但是它是上去下来 回到它的位置 它在尾巴尾 没问题 所以没问题 因为它可以助理他 因为它下来 有些引擎 基本上是相同的东西 我跟你说 你下来很难 所有筷子夹去 但是筷子夹去 其实是一种疯狂的想法 但是我反而很容易学 我下来很难 我的东西 我学你 我理解,我不是在这方面转转,但引擎要关掉,很难控制那些力量 像玻璃一样,最后控制不了那些力量 因为Raptor是33个Raptor引擎的,有四个是特别厉害的 但其实它最后都放弃了,原本是用Landing Lake这样插进去 其实是很难的,它结果是想到筷子,这个真是很厉害 但问题是筷子是一个弱点,但问题是筷子是义学,反而那些不是义学 但我可以很简单,你现在看到,因为其实一看到这个方法,中国跟就可以了 中国跟就搞定了,不是硬科技来的 当然它不可以,现在就,你说要比较,其实都落后了,但不是很多 因为它已经上去,那些东西我看到你怎样做,以举角之力 当然Elon Musk是很厉害,去私人公司去做,国家都做不到的事 但如果要追,不是一个很难的事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反而不可以报道,就是中国那里没有什么报道 因为是上个月的事 他们中国不太喜欢报道这件事 我说一下鸿蒙所有的事 第一就是说一下美国的方面 美国方面,如果只是说美国的话,它已经死了 因为现在台积电是台湾人 即是说,如果只是美国跟中国打的话,就会输了 第二,如果再删除Elon Musk的话,这个问题就是 怎么删除 我知道,我自己知道,美国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其实你是整个西方 是欧洲加美国加日本加韩国加台湾 你不是美国,如果你是美国,当然完了 如果没有了Elon Musk,也是一个因素 我其实很担心它的安全,因为好像说,如果有死亡恐吓 如果Elon Musk死了,那美国都完了 你现在说了所有的东西,其实他们都是整个礼物 你到最后是一个人撑起了美国 真的一个人撑起了美国 即是说,你住在中国,你住在华为 华为打了大半,但是你还有大疆 还有比亚迪,所以中国还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相对来说,就是说红红 虽然大家没看过,你现在红红现在占到市场 虽然大家有50% 其他人占了30%多,即是按照18% 即是实际上华为现在占很少 你数而,中国不禁止其他人进来 因为你要做这种效应 其他人全部都会进去 而他们那些是绝对在大概有十几亿人 是坚决是绝对不会用华为的 现在已经有先发效应 虹蒙能够取代,虹蒙能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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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亿用户是二水用户 你的目标是这个 我想不要有一个期望 除非你是世界大战打赢了 否则你不要有一个期望 你是鸿蒙能够 重复所有的东西 因为到最后你会有几个系统同时存在 你知道鸿蒙是在所有系统上占一席位 这是比较合理的可能性 其他你以为鸿蒙击败了所有系统 不像实际的幻想 OS 作业系统是很困难的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Windows 6 All的游戏 而且你留意就是 用开那种系统 你要那些人去转是很困难的 因为现在中国是强硬逼他们去转 再说你刚才说的那个链锁机 其实第一步是可以去清潮的 因为大家觉得很贵 那个叫Space Shuttle 但是当初美国就是想用Space Shuttle 他不做船 不做火箭 因为火箭他发现是做不到的 就是登月火箭 所以他登了很多次 我以为是假的 我以为他真的想试登月 但是他想着我最初假 后来就变回真 到时候是搞不定 所以全部都搞不定 但是他后来80年代开始 他就把那些钱去做穿梭机 穿梭机其实唯一的作用就是可以去清潮 但是在1990年代 就做了十几十年之后 就证明是完全失坏 就是说recycle 你不要以为是很新的东西 recycle 其实是1980年代 80年代已经在想着这一件事 从来都是在做这一件事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当时 在技术未成熟的时候 想着recycle 他们今时今日美国的 被中国全部追上来 我不能说落后 被他们追上来 因为他们的budget就是浪费了recycle 是 其实他是迷失的20年 或是迷失的30年 就是当时在技术未成熟的时候 浪费了一些钱在那里 所以才到达 人家都比你花钱少 现在你才做recycle 那你已经持续了这么多的经验 而且你以前的时候 是希望用穿梭机来做recycle 现在你仍然是用火箭 你要回想 即是理论上穿梭机是advanced 对 但是你整个九十年 其实recycle 这件事是几十年前想的 你不要想着 对 就是穿梭机 就是穿梭机不行 你唯有火箭recycle 你要回复回去 所以其实他本身做火箭 已经是一个成年失败 是 最后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 提到Intel 其实你提到Intel 就是台积电 和Intel Intel就是在美国半土做 因为大部份的晶片 其实是设计 而是设计 然后外出所以做的 其实Intel 是帮人生产的部分 已经输给台积电 应该是设计 应该是设计 生产 和测试封装 测试封装 三大部份 其实赚钱最容易做的就是设计 而你做测试封装 那些是dirty jobs 就是你很难 你要投资很多 就是你等于我做印刷厂 赚了些钱 就是用来买机器 再提升 但是你猜不到 到最后 因为那时候大家二十多年前 其实大家一起做 那你想不到 那样东西 到最后会变成这么高 精密科技 原来我之前没有投资 我想追追追追不及 我以为那样东西 我就给你做 所以就给台积电 Intel做了最容易的部分 最赚钱的部分 假设我们做出版 你当然觉得我做出版 做做度设计 做那些东西 比做印刷 怎料突然到了某一个 前后 原来印刷那么难 要印得那么精密 要印得那么精密 才有人买你写的东西 那你就会犯了 就变回来 就变回来 那现在Intel 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再要做回那个东西 你做不到 虽然你是这样做回 但是Intel 被称为一个 已经是失败了的企业 其实同样情况 Samsung也是 Samsung都没有做 晶片那里 都放弃了 比如它新的 是新的 手机25 都不用它自己的安桥 应该是 是的 还有 刚才你的比喻 我也想说一个例子 就是Apple Apple 其实要留意 Apple 设计就是它设计 那股机设计 在美国设计 所谓经常说 Design in California 当然在中国 现在在印度 然后做完最坏的东西 996 摩托员工 那些东西 在那里做完 在中国做完 然后最后 就是在销售 发布Steve Jobs 走出来 Tim哥走出来 发布会 就在美国做完 所以其实它就是 处理头和尾 就是销售 和设计 中间那些很 很辛苦 现在呢 现在呢 Elon Musk 总而我忘了 因为是选举问题 就说了他一件事 我一时就忘了 是和美国的公会有关 总而知他不同 就是他不可以 接受美国公会 因为他认为 如果他进入了美国的公会 就会死的了 是 我一时之间忘了 是选举的 我一看那个新闻 我就知道 他是不想 让美国公会 遵守他的东西 是的 因为如果他的东西 回到美国就死了 好 这一段差不多了 那就下次再见 拜拜